大家好,我是永诗老师 再过两天,这个年假就要结束咯 今天让我用灵性练习卡来陪伴大家 要如何得到开工的好动力呢? 你可以看着荧幕当中的这四张图卡 也可以选一个数字 心里想着我要如何得到开工的好动力呢? 选好了吗? 选一号的伙伴 这一张图卡的背面是日常仪式 所以呢,日常仪式就是我们有意识建立的一种习惯 作为一种让我们的思想平静跟有秩序的方式 为了开工可以有好动力 可以恢复平常的作息 比如说你是几点起床的 你如何准备一天的开始 运用日常的仪式带领自己 静下心来迎接开工之后的时光咯 选二号的伙伴 这张背面的一个指引是向孩子学习 把孩子当作老师 因为孩子的心非常的清明 不受社会规范的制约 孩子是充满活力、好奇与创造力的 所以找回当孩子的能力 带着好奇去迎接开工之后的生活 就可以在看似不变的行程当中 找到趣味跟热情哦 选三号的伙伴 他背面的指引是走入美中 把注意力放在生活当中的美 包括人事物也包括自己 透过欣赏美、走入美、创造美 让自己找回开工的好动力 因为美丽的人事物自然会带来美丽的心情 所以也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些开工的小饰品 让自己好好迎接工作的开展 选四号的伙伴 背面的指引是 愿景版 为了迎接新的开始 很适合透过制作愿景版 来为自己设定今年的目标跟梦想 所以你可以趁着开工前 不妨透过文字的书写 或者是图像的拼贴 视觉化的去显示你所想要的 当你有了未来的方向 自然也就有了开工的好动力咯 所以这个年假就快要结束了 那就也祝福大家 龙年行大运 我是永生老师 我会持续在牌卡的运用上 跟大家做不同的分享 我们下次线上见